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王的球队一比三输给了维罗呢 这样看来 C罗这次一架首秀已经幸运很多 下半场很多人甚至担心游文会输掉一架首战 C罗的首秀将已失败告终 但最终的结果是C罗明白了游文图司那句真谛 直到最后 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这么简单 曼朱基奇的进球被吹无效 所有人都以为游文会被对手逼平 结果贝尔纳戴斯基第九十三分钟上演绝杀 为游文图司精神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窃握主场作战 但倒不如说这是游文图司的主场 所有来到球场的球迷目的只有一个 C罗首秀 当C罗穿着被兴出来热身时 几乎全场球迷都恨不得 冲到看台的栅栏前 以便离C罗更近一点 看得更真切一点 C罗也没有让球迷们失望 他在热身时打入一记非常精彩的圣门 赢得了全场贺彩 米兰体月报这样写道 这是一次摇滚明星般的首秀 双方正式出场时 那位棕色头发的小女孩幸运 他拉着C罗的手步入球场 一头长发的他紧紧抓着C罗的手 或许那一刻他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的中心 比赛开始 C罗第一次拿球是简单的语助对手 把球传给到格拉斯科斯塔 而后他开始逐渐找到状态 从整场比赛来看 C罗给人的印象主要有两个 首先 他对球们的冲击力非常强 总能很好的通过跑队找到机会 但第二就如阿莱格里赛科所言 由于C罗湖队友的配合时间还不够长 队友往往无法理解他的跑位 无论如何 对于尤文而言 这样的C罗已经是整个球队的领袖 球队落后时媒体捕捉到C罗鼓励全队的镜头 这无疑就是最好的证明 C罗在比赛的前一个小时打中锋位置 在慢住机棋上场之后 他回到了熟悉的左路 他显然再来到我这边后更加舒服 方德罗赛后这样说到 数据表明 C罗和方德罗成为本场呼应最多的两个人 C罗一共为方德罗送上十次传球 而方德罗给C罗传了六角 C罗全场30次传球成功27次 13次丢球则显示 他还需要适应一脚的节奏 两次抢断证明了他已在全力防守 进攻上 他创造了两次机会 四次关键传球 六次向前的直伞 同时还有一次犯规和两次造对 手侵犯 尽管没有进球 但就像C罗自己赛后所言 我非常高兴穿着尤恩图斯球衣 取得第一场胜利 同时 我们也应为切尾送上掌声 因为在近一个小时里 他们都是比赛的主角 C罗全场八次射门 四次摄政 但几乎每次都有对方防守球员 对他贴身防守 39岁的老门将索伦蒂诺 也如同开挂一巴 一次次将C罗和尤恩的射门 拒至门外 后来卡恰托雷更是挡住了一次 C罗的毕竟球 赛后 阿莱格里对C罗表现非常满意 他的跑位非常棒 他是一位截然不同的球员 而对方主帅达内更是将他与巴西传奇前锋 罗奈尔独比较 他俩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 好吗 好吗